當這兩個板塊撞在一起的時候 常常會有人隱墨消失 隱墨消失就形成所謂的隱墨帶 停車 戰界問 當大陸地殼跟海洋地殼撞在一起的時候 應該是誰會消失呢 這個原因暗示你跟密度有關係 請問你 誰應該消失呢 大陸地殼跟海洋地殼撞在一起 通常應該是誰消失呢 好 我們請 6號 應該誰消失 海洋地殼隱墨消失很好 海洋地殼隱墨 為什麼是海洋地殼隱墨 密度比較大 我當初說過我要用記得嗎 我當初跟你講過 海洋地殼密度大我要用記得嗎 所以要隱墨消失 海洋地殼隱墨消失會形成什麼東西啊 海洋地殼隱墨消失26 26 26誰啊 海洋地殼隱墨消失 海洋地殼隱墨消失會形成什麼玩意兒 海洋地殼隱墨消失 海洋地殼隱墨消失形成海洋 海洋地殼消失會形成海洋 你看它的層面都是怎麼樣 這邊都是水平的 它沒有經過地殼變動 所以大峽谷在地上不叫做山 山一定是經過造山運動 擠壓折皺所產生的 這個安地斯山脈 太平洋跟南美撞在一起 所形成的類似像這樣子的過程 撞在一起 擠一坨一坨一坨 折皺 只有山就出現了 這叫做所謂的造山運動 造山運動 OK 叫做太平洋撞南美 這是一個大失敗的影片 為什麼大失敗啊 因為它不會動 左手邊海水灌進來 它沒有那個不斷的擠壓的狀況 而且啊 右手邊看起來上上應該要長大 有沒有 從剛開始折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它完全沒有 平靜無波 所以這是一個大失敗的影片 不過未來我們有一個稍微好一點的影片 會有會有一點點有在動的樣子 OK 背 有兩座山是誰跟誰撞出來的 請你要背 第一個叫做中央山脈 歐亞撞菲律賓海板塊 歐亞板塊撞菲律賓海板塊 這個要背 還有一個要背 喜馬拉雅山 歐亞撞印奧 歐亞撞印奧 喜馬拉雅山歐亞撞印奧板塊 歐亞撞印奧板塊 這個是要背 這兩座山是誰跟誰擠出來的 要記住 我們的中央山脈是 歐亞板塊跟菲律賓海板塊擠壓 喜馬拉雅山脈是 歐亞板塊跟印奧板塊擠壓 那個喜馬拉雅山脈 你現在看它 是陸地撞陸地 但是它實際上原來不是 原來不是 現在看起來是陸地撞陸地對不對 都是陸地嘛 原來不是 原來不是 那個是非常非常久之前 大概 七千多萬年前 印奧板塊在遠遠的地方 逐漸的北漂 北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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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就終於有一天撞到了歐亞板塊 就撞在一起 就變陸地 那前面這一大塊海洋 現在全部塞下去 中間的這段海洋的所有的沉積物 空空飛起來 還有巨厚的沉積物都飛起來 所以喜馬拉雅山脈有個黃蛋 上面跟下面的地質是不一樣的 飛起來 有很多 也飛得好高 所以 菲律賓還 所以它是要慢慢撞撞撞撞撞過來 你目前看它 是陸地撞陸地 它前面有一段是 海洋地殼 現在全部都塞下去 全部都塞下去 隱墨在下面去了 所以有個 印度撞歐亞 好 這邊有個印度 然後 就是把剛才的 用影片來跟你表示 左手邊是以前的印澳板塊 右手邊是歐亞板塊 從前從前很久以前 中間是大海 然後開始慢慢的從這樣 撞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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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海的地上 海的地上就下去了 你摸到現在開始 急急凸凸 這裡稍微有長高一點點 你剛才那個大師的影片稍微好一點點 稍微有長高一點點 好 就是 歐亞 印度撞歐亞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板塊擠壓過程 彼此擠壓就有斷裂 這個 這個斷裂是以哪一種斷層為主 這在考什麼 考我當初讓你背的東西 叉叉造成正斷層 叉叉造成逆斷層 二七 所以他以什麼斷層為主 逆斷層 請坐下 逆斷層 因為老師有要你背過 壓力造成 逆斷層 張力造成 正斷層 這是擠壓是壓力 所以以逆斷層為主 然後逆斷層 然後他引磨下去 下去之後產生斷裂 斷裂就會產生地震 然後這個地震 就會有一個 從淺源到深源的分布 好 像這個 專有名詞 上面有寫班尼奧夫代 上面有寫班尼奧夫代 不要管專有名詞 是在欺騙社會的 表示你有學問而已 你要叫他高遠遠代 我也沒有意見 反正就是 下去 重點是 他吐下去 所以下面會最深 最前面會最深 然後慢慢的上來 越來越怎樣 越來越淺 所以呢 這邊是深圓 這裡是深圓地震 然後中圓地震 然後淺圓地震 會有一個帶狀分布 這一題 這一題 考高中的學測考過 考大學的學測也考過 大學的學測也考過 OK 有個帶狀分布 班尼奧夫代 班尼奧夫代 有個帶狀分布的狀況 好 同時呢 因為鼻子的擠壓 所以就會有變質作用 高溫高壓 區域性變質作用 台灣就位在這樣的板塊 交替帶上 所以台灣有這樣的區域性變質作用 所以台灣的花冬會盛產大理鹽 大理鹽 OK 有區域性變成作用 甚至有可能會變成鹽漿 變成生融作用 好 好 這一種 撞在一起擠壓 然後底下銀墨消失 然後融化成鹽漿 噴出來的火山鹽 叫做鞍山鹽 OK 帥哥美女們 國中程度 國中程度 你只要外表上看起來是海洋撞陸地的 噴出來的火山鹽 通通叫做鞍山鹽 名稱來自於安利斯山脈 太平洋跟南美 海洋撞陸地 台灣 安山鹽 非製海板塊撞 歐亞 日本富士山也一樣 藍與綠島都一樣 都是安山鹽 就是安山鹽 這是有冒出來的 噴出來的火山鹽 我們烤的都是安山 我們烤你的 都似乎都是安山鹽 另外一個是冒不出來的 那個喜馬拉雅山 那個岩漿冒不出來的 你有看過8000公尺高的火山嗎 那 就會變成花岡鹽 不過這個基本上沒人考過 這個基本上沒人問過這件事 安山鹽常有人問 問你蘭與綠島什麼鹽 台灣什麼鹽 什麼那個有人問 但基本上沒人問過你那個花岡鹽 基本上沒人問過你那個花岡鹽 所以那個沒有關係 OK 注意那個安山鹽 外表上是海洋撞陸地的 我們噴出來的火山鹽就是安山鹽 國中就是這樣 島湖 講過了 國中不教島湖 國中不教島湖 海洋地殼下去以莫消失 拉回地寒融化 噴出來 噴噴噴噴噴 噴出了一系列的島嶼叫做島湖 跟海溝大致 跟海溝大致平行 或者換個圖也一樣 這樣 下面一個火山島湖 海洋地殼以莫消失 看過就好了 有個 老地殼下去 然後融化岩漿噴上來 形成一個一系列的島嶼 跟海溝大致平行 叫做島湖 聽過就算 國中不教 國中沒有 國中沒有教島湖 聽過就可以了 好嗎 可以嗎 OK 來 看看影片 這個影片就會有一點比較好 因為他那個山有 冒出來有長高 這要告訴你海溝的行程 跟造山運動 這有個聚合性的板塊 就要撞過去 撞撞撞撞撞撞撞 然後就下去了 左手邊有下去 海洋地殼以莫消失 形成海溝 融化成岩漿冒出來 所以後面有火山湖 火山湖 有火山的行程 然後不斷不斷的下去 這很像所謂的硬澳去撞歐亞 海洋地殼都下去了 最後終於有一天 陸地跟陸地撞在一起了 就下不去了 他就 然後就下不去撞 撞撞撞撞的硬擠 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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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擠了一個好高好高的山 就擠出來了 啊 那那擠出來了 喜馬拉山就生出來了 這樣啊 這個就比較好一點 那個山油 長大 比剛剛那個 要 要正常一點 OK 是 就在這兒 去找 遮到 待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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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